相信说到张俊宁 大家可能会先是一愣 仔细想想这个人是谁 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相反有的人对他却是不太了解 前不久 玉云鹏也在节目中表示不认识这个人 还声称这个人不红啊 事后也说自己可能是得罪人了 其实张俊宁的很多作品都很喜欢 很有热度 也至今有许多作品仍活跃在荧幕之中 只不过他这个人比较低调 并不会声张 更多的时间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张俊宁 1982年出生于德国 怀于影视女演员 2002年 参演个人出道首部作品《流星花园2》 2006年 因主演医疗剧《白色巨塔》而被观众熟知 2008年 凭借伪纪录片《情非得已知生存之道》 获得第十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2009年 她主演的警匪剧《痞子英雄》在台湾播出 2013年 凭借爱情剧《最美的时光》获得更多关注 2014年 主演警匪片《痞子英雄》黎明升起 2015年 凭借古装剧《五门娘传奇》 获得时尚新秀人物盛典年度最具有突破女演员 同年 尤其主演的武侠剧《少年四大名谱》在湖南卫视首播 2016年 出演宫斗剧《如意传》 2017年 主演的民国传奇女性剧《女管家》 与青春爱情电影《六人晚餐》相继上映 2018年 主演都市情感剧《温暖的闲》 2020年 主演的网剧《唐人街探案》 播出今年已经38岁的张军宁 事业上有许多代表作品 不仅事业有成 高学历 而且人美歌甜 在粉丝们看来 还有一件没有完成的大事 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位人生的伴侣 这就不免产生一个疑问 这么优秀的张军宁 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嫁出去呢 毕竟也不小了 其实从外形来看 不管是颜值还是气质都很棒 平时呈现给大家的状态 也都是温婉可人的 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啊 为什么还没嫁出去 但看过张军宁的经历 就知道确实一般人不敢去 张军宁出生于书香门第 在德国慕尼黑出生 成长于中国台湾 2000年 18岁的他考入台北大学历史期 到二转入法律系就读 随后他在一次西门艇逛街时 接受工读生的邀请填写问卷 几个月后 工读生成为艺人经济助理时 想到充满学生气息的张军宁 他便在这机缘巧合下进入了演艺圈 起初他以拍摄音乐录音带及广告为主 同样 张军宁还是一位对于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 每天固定早起要晨跑 风雨不断 更是定期进行健身锻炼 塑造保持自己的身形 彭于燕就表示过 张军宁的自我约束真的非常刻苦 再者就是年龄问题 毕竟已经38岁了 另一半也会害怕自己没有对方成熟 配不上对方吧 较高的学历 雷打不动的自律 成熟的性格 有成的事业 都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也没多少人可以驾驭这么优秀的张军宁 作为他的另一半承受的压力一定也非常大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任嘉伦和张俊宁主演的《不说再见》收视下滑后 能否逆风翻盘 任嘉伦的转型之作 积压了三年之久的都市缉毒剧《不说再见》终于上映了 虽然目前观众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播放平台的评分只有6.6分 并且整体的收视率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下滑 作为当红小生 演员任嘉伦这两年表现相当不俗 不论扮演什么类型的角色 都是记忆纯熟 得心应手 在《不说再见》这部剧中 他第一次尝试双面角色 成功地扮演一位深入虎穴 置身执行物理任务的缉毒警察刘远文 沐青 整体来说 任嘉伦对这个角色的把握非常棒 言谈举止到位 神态和眼神更是屁话如戏 不得不说 任嘉伦仍然是一部剧的流量担当 此外 这部剧里任嘉伦的辅导画还是比较让观众满意的 特别从警察刘远文到卧底沐青 任嘉伦的八款发型除了个别几款刘海有些过长之外 基本上都还能接受 要知道 当时任嘉伦在秋茶里夜冲的发型就曾是一个槽点 观众纷纷发问 主演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师 硬给扣了一顶古怪的假发 到了乌鸦小姐玉西义先生 顾川的发型总算不像假发了 但是又被频频吐槽态吐 和时尚的霸道总裁形象不够匹配 所以 很想问问 为什么始终就没有一位造型师能够驾驭任嘉伦惊人的发量 给他设计几款真正适合的发型 让他的外形更加完美呢 在《不说再见》中 1982年出生的张军宁和1989年出生的任嘉伦被组了CP 对于这对CP 双方的粉丝有相当一部分表示是不太满意的 虽然台湾的氧气美女张军宁在剧中的状态不错 但可能导演和编剧为了给后续的剧情及反转做铺垫 一出场就给他饰演的大小姐欧可欣 安排了一个喜欢撒娇 刁蛮任性 一边狂撩木轻 一边又不断帮他在自己父亲面前牵线搭桥 助攻上尉的尴尬人设 因此显得欧可欣这个角色有些过躁 又不太讨观众喜欢 但是 张军宁本身的演技并没有什么问题 十几集看下来还没到一剑他出场就难以忍受 想不停快剑的程度 十二集之后 欧可欣的智慧和胆识逐渐显露 相信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度也会有所增加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张军宁在这部剧中的造型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欧可欣常年旅居国外 自己又是主修服装设计 结果造型师对他好一品的解读就是常态化的露肩装 偏偏欧可欣的那些用来露肩的衣服都太随意 根本就是一件又一件普通的上衣或者外套都没穿好 故意露出半个肩膀 显得很小家子气和不伦不类 这一点和卧底木青的各种做工尽量的静置西装完全不搭配 其实 该剧还有一个极大的败笔 就是选择了演员熊乃景来饰演嫉妒女警李怡萌 熊乃景的整容太过明显了 面部整体看起来好假 特别是鼻子突兀嘴巴怪异 再加上熊乃景本人的演技浮夸 只要在剧中一拔枪就要夸张到摆出个人造型 或者动不动就有一种很迷离暧昧的眼神去看旁人 也不知道导演或者演员通过这些肢体语言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加上在剧中 李怡萌的人设是经常性的不服从命令 头脑发热争强好胜 却又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和坚毅果敢端庄睿智的警察形象完全不匹配 这种角色真是让观众倒胃壳 所以基本上一见他出场就直接快进跳过 不得不说 这么多年以来 激毒的影视剧拍了不少 但是都很难超越当年赵宝刚的那一部永不明目 不说再见 虽然剧情还凑合 整体氛围较轻松 但是作为一部激毒题材的电视剧 轻松的甚至有些清喜剧的剧情就会显得并不合适 从目前的剧情走下来看 不能排除欧可欣是警方卧底 甚至有可能就是刘远文的前女友荣誉或者可能和荣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而 容易当年那么近距离的接触被引爆的炸弹 整个车都被炸飞了 他又岂能有生还的可能 不说再见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的水平实在是太一般 把一部好剧拍得似不像 因此纵然有任嘉伦、张军宁、寇世勋、宣妍、王海地这几位演员做支撑 也确实很难让观众们理解和满意 鉴于任嘉伦在选择剧本上 眼光独到而且非常严谨 加上不久之前热播的乌鸦小姐玉西一先生 也曾创下了收视逆袭的记录 那么这一次 不说再见是否也会逆风翻盘呢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